3, 2, 1, GO! 朋友们你们好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 小浣熊 我可不感兴趣 跑哪儿去了 小浣熊 几米之后 我们今天要一起玩浮浮浮游戏 那我来告诉你游戏规则吧 小浣熊和凌凌前面会放两个盘子 知道好吃的东西的人获胜 怎么样 是不是会很有趣 好期待 好吧 这是凌凌的 这是小浣熊的 不行 这个葡萄甜甜的 好新鲜啊 我也要打开看一下 哥哥 辣椒 辣椒 小浣熊 你倒是好了 我的是难吃的辣椒 好辣好辣呀 这个超好吃 你的是什么 你尝一下 3 2 1 GO 是什么味啊 我还不吃我饿饲料吧 对了朋友们 小浣熊的双手感应能力特别强 所以喜欢像现在这样 用手抓饲料吃 好 现在开始第二轮 浮浮浮游戏吧 哦 它又跑哪儿去了 哎呦 灵灵先打开看一下 2 1 载载 哦 什么呢 这不是玩具吗 它又跑哪儿去了 小浣熊呀 你也打开看看吧 嗯 这不是蔬菜吗 我不喜欢蔬菜 小浣熊呀 别这样 你来尝尝这个 蔬菜有益健康的 不不不 我不要 灵灵你吃吧 嗯 嗯 葡萄 吃葡萄 快给我 灵灵 我是来吃葡萄的 小浣熊啊 你尝尝这个小西红柿 不 我没有吃 小浣熊 尝尝 很好吃的 不 灵灵你吃吧 哎呦 灵灵 你好烦啊 我已经饱了 小浣熊 小浣熊 不可以偏食的 土豆最好吃了 小浣熊 你真是个吃货 朋友们 让我们下次也和小浣熊 开心的互动吧 再见 这个超好吃 灵灵 你也尝尝 小灵魔法世界3 传说中的旋律精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